CDFI可见血流信号是什么意思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宋盈春 西安市第一医院妇产科主人医师 CDFI是彩色多普勒超声显像的一个简程 其实我们经常是在超声单上 我们会见到这个符号 CDFI有血流信号 最常见于是超声上提示 肿瘤部位或者是韧绳 或者是台盘等部位出现了有血流信号 其实这个不能说明它就是异常 就是说提示这个组织或者的病变有血流信号 只能说明该处组织或者的病变 它的血供比较丰富 如果没有见到CDFI血流信号 就是它的血供比较差 它的生存能力比较弱 不能代表它就是有一种病变 但是如果提示异常血流信号 血供异常丰富 或者是出现了动静脉短路的这些情况 这是我们叫高度怀疑 它就没有恶性的情况